马龙突发退赛上热搜 网友怒斥国评控分 剥夺龙队参赛资格 球迷喊话必须退票 就在今日中国国评突然传来了一个全新的重磅消息 即将到来的太原战比赛当中 中国国评的参赛名单出现了变动 马龙突然退赛 林高远这次将未参加 而林高远确定地步参加比赛之后 也是再次引起了一阵争议和讨论 因为龙队的这个突然退赛 太让人意外了 很多人也是在质疑刘国梁 质疑国评 说他们在空分 为什么要这么说 接着往下看 因为目前马龙在拿到世界杯冠军之后 个人状态正假 如果说延续最近这么一个出色的状态和表现 不出意外的是 龙队很快就会成为新的世界第二 5月28号世界排名更新 马龙就可以回到世界排名第二的位置上 可是这个第二只能做一周 因为这次退赛 有一个国际平联的一个复零的一个制度 八项比赛当中 他只有七个有效级分 还有一项比赛 你退赛了 就相当于给你强行赋予一个零分了 这零分一出来 马龙就只能排一周的世界第二 然后就要掉下去了 接下来很可能又被樊阵东反超 不仅仅是被樊阵东反超 再往后 梁敬坤参加了本次的太原战比赛 还有重庆冠军赛 两个比赛一打6月份 梁敬坤都可能来到世界第二 但不管梁敬坤还是樊阵东 大胖小胖的排名都会比退赛的马龙要更高 所以很多人就在质疑刘国梁和国平教练度 说他们是在控制运动员排名 毕竟接下来马龙不上奥运单打 排名低一点也无所谓 但是排名一被这个积分一被控制 排名一被压制之后 奥运会结束了 马龙能参加比赛的机会就更会变少 他可能会跌到队内第五的位置上 你跌到了世界第五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后面参加更多的单打比赛了 很多比赛国平都是选的前四 你像之前结束的包括人传冠军赛也是如此 都是选的队内前四去参加 你马龙参加不了那就没了 你说这一闹是不是对于马龙影响很严重 所以球迷们都非常的愤怒 还有网友就直言要求退票 我买票就是冲着看马龙来的世界乒乓球 历史最伟大的男运动员 然后你告诉我他退赛了 现在主办方又退不了票了 这时候还来得及吗 就冲着看马龙来的马龙不打了 那你说我们还看什么呢